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事想和你说 你能有什么事和我说 说吧 什么事 媳妇 媳妇 今天单位不是组织体检吗 嗯 我被查出来 说我得了棕榴 棕榴 棕子 你跟我开玩笑吧 真的 真的是棕榴 好几个医生都回转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没事的媳妇 那个医生说 现在是早期 还可以知道 那需要多少钱啊 这个五六十万吧 五六十万 要不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吧 然后我得出去借一点 这个房子 可是咱们结婚的时候 你妈给你卖的 你学到没吗 那我们怎么办啊 我又不能整着眼睁整着看着你去撕 怎么办 媳妇 你别哭了 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 没得病 哎呀 你别骗我了 这个病值 我给你值 花多少钱我都给你值 不是 你听我说 我 我真没得病 哎 勇哥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甭子 你中脚了 知道吗 勇哥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吧 啊 别拿我开涮了 不是 真的 我没骗你 你又不行 你上我老子擦一擦 你平常 老师那么嫌弃我 我怕你 我怕你 对我有儿心 所以我就想考验考验你 那我平时是嫌弃你 那我不是心理难修吗 咱们都结婚那么多年了 你一直都一事无成的 那我也是很天不成狗呀 行了 别说老公 那 那咱们 去拎 拆片吧 咱去拎欠 行 老婆 多待机让你看看 行 走 很多 师父 谢谢你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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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妈 妈 爹 去哪儿了 爹 爹 哎 姐 你回来啦 嗯 爹 咋嘛呢 咋嘛 哎 爹了 姐 你怎么突然回来啦 啊 我这次特意回来看望你还咋嘛的 我都想你干嘛啦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哎 爹 坐 咱们回家吧 我给你和咱妈都带着牛肉呢 等一下回去给咱妈个惊喜 爹 爹 嗯 坐 咱们回家 回家 走 爹 我都好久没有回家了 回家感觉真好 哎 爹啊 在哪呢 姐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说吧 姐 其实 其实咱妈 咱妈已经走了 去年 去年 咱妈得了肝癌 等检查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弯起了 已经累不及了 所以 过了没多久 咱妈就足了 咱妈 咱妈 咱妈她去世了 gast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不对啊 我每个月 都是会给你赵妈打千的 她每一天都是属下的 妈,我刚把主要的钱给你转过去 你要是喜欢什么,想要没什么 你就去买,不用省着,啊 爹,你是骗我的对不对啊 是不是 姐,你也别怪我 三八岁的时候,她特意嘱咐我 就我先不要把这些事告诉你 妈说,你在外边生活不容易 孩子也害羞 她怕,她怕你知道了会担心 怕给你添麻烦 还有那些钱,我真的先数着 就是怕你会发现 怪我,都怪我 都怪我,都怪我 我,我为什么,我为什么有嫁得这么远啊 姐,你别苦了 干嘛这么做 她也是为了不让你担心 姐,姐 你别苦了 走,我带你去湖山 你看看咱们 我带你去湖山 快点 你快点 你快点 在乎 你快点 走 快点 你看 我 你快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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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给你去啊 我很快点 我先洗个刀 这孩子今天这地步变糟了呀 洗刀乱当饭吃嘛 这得浪费多少岁呀 怎么回事 我得给爸砸了 他忘了你 姐 姐 你不是说要去买菜吗 走吧 萌萌 嗯 姐问你个事 什么事姐 你问吧 就是 只要刚才不小心 看见你洗刀了 你的后臂是 怎么回事啊 姐 姐 姐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其实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突然就得了皮肤病 哎呦 我跟你说 房子到齐了 其实我就是让房东给赶出来了 他怕我这个病到处承认 但是 我也不敢跟家里说 我怕爸妈他们知道了 成熟骨瘤这样的打击 所以就只能先到您这儿了 那你没去医院看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姐 我去医院看过 也去过后几次 但是都没有之后 还把钱花完了 只不过我到现在连工作也没有做到 我又不敢跟爸妈说 咱家求见你也知道 我怕他们知道了 给他们做成压力 所以才跑到你这儿来了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不跟爸妈讲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是你亲家呀 你怎么能连我也瞒着呢 你没钱了你就跟姐讲 咱有病就得这样 你到底难不难我当你姐 姐 我 我这不就是考虑你吗 你说 你跟我姐夫这刚结婚 房贼还没有还万 我觉得 你这儿手里肯定也挺紧张的 什么房贼不房贼的 没钱 但借着钱咱也得去砍兵啊 行了 等会儿我就陪你去医院 姐 医院就不用去了 你 你别看我一天吸乌刺刀 那是医生跟我说的 他跟我说 我这个病 每天必须得保持乌刺 这样的话 才能让上坡保持清洁 你不至于越来越严重 还是算了吧 行行行 你别说了 这东西怎么能算了呢 走走走 现在就去医院 快点 哎呀快点 切切切 走啊 这凶黑子 出什么丝儿 不跟家一叫